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哇這個真的年紀大了要撐一下 你為什麼還不走 哇真的年紀大了 以前可以撐個三五分鐘 現在真的是撐不了多久 老介為什麼做這麼酷手的動作 老介跟標誌之煙有一個很深的淵源 我當到改裝雜誌做實習生 第一個月實習生 第二個月我又變主編了 為什麼呢?他們所有人都跳槽了 然後老闆就默默走過來說這個月你當主編 我聽到我整個傻眼你知道嗎? 因為我這一個人所以我只能想起一招自勝 之前前輩做了所有內容 然後重新做了一個集錦 再加上一些這種很白癡的動作有沒有 又做了一個老車復活計畫 配上這些很浮誇的動作就沒想到這本雜誌 當月創下汽車類雜誌第二 然後總雜誌銷量第五 創下一個很漂亮的紀錄我自己都沒想到 我感覺這樣子也蠻好啦 算是我人生中比較奇遇的一個經歷啦 但是咧?當時做這隻老車復活計畫 用的什麼車咧?用的就是標誌 當時我買了一台標誌205敞篷的 哇這個車操控性非常好 然後底盤也很讚 所以用這台車下去做改裝 然後就變成後來有做了一個老車復活計畫 哇那台車改的很誇張 是喉直噴渦輪啊 點四落一點九發動機啊 底盤移植這個GTI的 反正那台車後來改了亂七八糟 後來那台車就報廢了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車不要再亂改了好不好 過來的人跟大家講真的不要再改車了 改一改改到最後都到報廢廠去啦 就這樣子 啊這顆1.8渦輪發動機啊 老蟹算是可以說熟悉了 為什麼?因為我開過他的祖先 也就是TU發動機 這個Princess王子發動機系列啊 是修改至標誌 當時一個很有名的TU發動機的 那當時老蟹205 1.4那個發動機 也是這個TU的 那這個TU發動機 事實上在標誌啊服役非常多年 以兼顧耐用為名 它是鋁合金鋼體 但它的鋁合金做得非常堅固 效果也相當不錯啊 那一直後來演化到這個THP 記得是1.6渦輪發動機 因為畢竟是B級車嘛 所以它要做大排量 因為畢竟對標2.0 它這1.6一般的大陸消費者 事實上是不太能接受的 它故意把這個1.6的發動機啊 做了拉的行程 然後躺了一點點鋼 大家不要以為說 增加排量把這個鋼進擴到都可以耶 事實上沒那麼簡單 因為每一個氣缸之間連接可能很近 你去擴這個氣缸 就會造成整個鋼壁變薄 然後強度會變弱 所以大部分增加排氣量的手段 都是拉行程啦 連桿跟曲軸的行程改變 然後增加它的排量 等於拉下來 可以吸入更多的空氣 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標誌的這顆1.8的渦輪發動機 就是這樣子來的 那這顆發動機 我看國外的一些評價 跟我剛開的響應 事實上是還不錯啦 同比對標其他發動機1.8是完全沒有遜色於2.0 但是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覺得說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要放隔音棉 我以前是開那個蒙迪歐柴油發動機 那這個柴油發動機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標誌 就PSA集團 事實上PSA集團 他們的柴油發動機是非常厲害的 但我就發現有一次 為什麼機腳會出一些很奇怪的聲音 後來我去研究這件事情 這個機腳本身跟金屬的連接 就會有斜震 斜震之後就會有一點點的聲音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後來把整個機腳用那個自鎮電包起來 整個音量是沒有降低的 但是它頻率下降的 從高頻上 變成啪啪啪啪 不是那個啪啪啪 是那個啪啪啪 大家要聽清楚不要搞錯了 事實上啪啪啪啪啪 這個聲音我就是比較能夠接受 標誌他有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他特別在這個地方 裝的這個隔音棉 我剛看了幾個同機車 事實上只有他有 他也發現這件事情了 所以他整個NVH可以降的這麼好 以前的標誌是不講NVH的 現在NVH可以說裝的是非常不錯 確實是厲害 以上這508 我先不講它的操控感受 我先來講一下標誌的歷史 我覺得一件事我覺得很奇怪 標誌明明是一個在世界上 以操控為名的品牌 他曾經拿過WRC好幾屆的冠軍 利曼也20小時也拿了好幾屆冠軍 甚至在早期他406都有參加過BTCC 也就是英國房車賽也有很好的成績 這個源自於法國的品牌 以前在全世界一聽到這個牌子 基本上第一個想到就是它的操控 它的操控真的是好得離譜你知道嗎 以前在台灣它的廣告時就是我來自彎道 標誌它對於底盤調教 真的有它自己的一套 因為它是一個多三的國家 所以它的每天在阿爾卑斯上麥上跑來跑去 所以它的底盤相對來講要求非常重要 所以它的工程師在調教底盤的時候 都會爭奪很多速率去做調教 以我所知啊 寶馬是以三段的速率做調教 那標誌可能會要求到六段 所以標誌的工程師 它對於底盤這部分 有自己很獨到的見解 以前開到標誌的時候就知道 這個車操控覺得是沒問題的 想到標誌就想到 彎道就是我的家 類似像這種話 所有的車評人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幾年標誌似乎有一點轉變 不是它變得不好了 而是它開始有點像舒適性去妥協 包括我現在開這個508 我一開下去之後 我覺得它的操控 事實上還是非常不錯 尤其它在過什麼頸蓋啊 各方面 雖然說沒有這麼的硬 但是是有點軟Q的 過的時候還是比較舒服 而且沒有那種很不舒服 早期的標誌的這種車 它相對來講過這種頸蓋 可能它為了操控性 會用的比較硬一點 但這兩年它開始軟一點點 不是軟到讓你覺得完全沒有自身 它的底盤還是沒有失它的水準 我在高速剛剛過彎切彎 還有高速便道這種感覺 它的底盤還是撐得住 所以它低速舒適性夠 然後高速的這個整個反應 還有它整個對於支撐性 真的都完全沒有愧對標誌 這個整個傳統啊 然後以前的標誌車馬力都不大 但是彎道隨時都可以超車 為什麼就是因為它底盤特別好 508這個整體調教起來 因為它可能因為家常的關係 沒有以前標誌那種 可能有點轉向不足 最後你屁股就跟著來那種感覺 這個感覺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 在高速的時候更加有安定感的感覺 這是我今天試駕下來整體感受 然後再來講它的椅子 它椅子支撐性非常好 像我的身體可能是比較胖的 它其實支撐感也算是還不錯 那當然我不知道比較瘦的人 做起來會怎麼樣 整體而言我操控這台車 我覺得到現在我可能開了兩個小時吧 我沒有什麼太累的感覺 哇真的做得非常好 再來講一下內飾 我覺得法國人啊 真的是很會設計這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我不能用豪華來形容它 但絕對它的設計感是讓我覺得 這幾年我看過的車裡面 覺得最最最特別的 它這個整個用鋼琴烤漆 然後配合這個類似像鋼琴鍵的這種設計啊 我好像也沒有在別的車上面看過 你說要拷貝誰從來沒看過這種東西 然後再配上一些碳纖維的這些紋理 它不是用很多豪華的材料去堆積出來 但是它絕對有它自己的特色 它絕對是這幾年內裝的一個典範 我只能這麼說啊 Luca 生日快樂 我心裡也會發現 生日快樂 空間的心不會醒 明白到愛失去 一切都失去 會不會是我被鬼秘心吵啊 左邊跟我一起挖個籠 在你右邊挖一道彩虹 我直播就成對 人在广东已经漂浮十年 有些有外年装错一被经意改变 错到远的天空海人的心 是不得全新才和方而容易翻轻 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 首先这台508L它的音响方面 它如果是低配车型的话 它是只有八个扬声器 但是像这一台是一个顶配车型 就是有品牌的是一个Vocal 尽浪的音响 它是10个扬声器 而且它是多了一个中置 一个超低音 刚才我也听了一下 它的整个的音效 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做的蛮好的 它的音色会不是特别的轻亮 稍微带一点灼灼的那种 其实听起来会更有感染力一些 然后如果说我们把中音这里调高两格的话 现在是7 道姐那个不是7 你现在才调6 这明明就6而已跟他说7 我在后面都忍不住了 我一直想问为什么 明明跟人家说调到6 然后跟人家说7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你知道吗 你知道懂音地不好当吗 我说了半天刚才 网友说我懂音地不是白当 我告诉你 我可是很多经验 想抢个饭碗就拿吗 不过他讲的算是对了一半啊 事实上这套静当音响啊 相对来讲 因为静当的声音一直都是冷静中带着一点感情 那这套确实是很适合听人生 但他人生不是那种像中风管机那种很有甜味 他是冷静之中带一点感情 但不是感情不是这种特别丰富的 觉得跟大陆这边口味会一点点不一样 那绝对是高级音响的声音啦 我只能那么说 如果你觉得说你要多一点感情的话 哎 跳一下设置啦 中音调到五格就好了啦 调五格 然后高音要加到四格 然后低音啊 加两格左右就可以了 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分布很重要 这个中置声道 如果你希望你的人声更集中在这个正中间的话 这个你这个中置声道可以调一格 但我觉得调一格没有特别好 你可以把它调回来 然后这低音拍我试过 好像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不用去动它 最重要是Focal这个前后 它这个Focal正向棒 这个大家看一下 大概往前调一格 它整个声场才会往前 这样子是调起来声音比较丰富 然后比较有感情的声音 再听一下 你看有没有超人 有没有流落音活过来的感觉 哇你刚刚那个流落音快 他真的快要后来 快要从后面来 我没有喂 忘了跟大家讲 这个响度一定要开 这个响度 响度一定要 我有试过没有开 没有开声音就变得很单吧 响度一定要打开 大部分响度打开是不好 但是他这个很奇怪 这个Focal 他响度一定要打开 声音才会好 我可以有60分吗 及格吧 好不好 我也不能说不啊 对不对 哇 这第一餐 就这么丰富 你是之后不让我吃饭是不是 花样很多 你在武汉 真的可以一个月吃不同样 像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豆皮啊 三鲜豆皮 这个是武汉 最有名的一道 最有特色的小吃吧 但是我 这个看起来是蛋皮不是豆皮吧 是豆皮吗 对它上面是有一层蛋 但是它是先用大米 和绿豆做成一个浆 攀成一个饼 如果光是蛋的话 它可能会容易破 因为在台湾说 说 豆皮会是说黄豆的意思啦 我觉得你们这边是绿豆就对了 没有黄豆 对对对 而且这个火候一定要掌握好 嗯 因为这个颜色要这种很金黄 对 这个很考验师傅的一个 经验 是吗 然后这个就是铺的熟糯米 然后这种三鲜 是哪三鲜 你先试试看 就是 鲜猪肉 然后鲜笋 然后鲜香菇 它有点像广东的 糯米鸡的感觉啊 就糯米鸡 然后配上一点笋干 然后猪肉 只要外面那层 就很像糯米鸡 你连那个叶子一块 是那个叶子是豆皮的口感 你知道吗 有点像这种感觉啊 所以是味道也挺不错的 这个也是持民中爱的热干面 它就是用的碱水面 然后它是之前会煮到一个半熟 然后滤干水不放旁边亮着 有客人来了 他就露一份去烫几秒钟就好了 就很快 不让人家等半天 然后就会拌上芝麻酱啊 然后香油啊 还有酱油 醋糖 都会自己去加一点 然后还有萝卜丁 以及那种酸沟角 也可以自己去调味 对 热干面要吃热吃 不然就会从口感从90分到40分 台湾这种东西叫麻酱面 口感差不多吗 它的酱料是一样的 但我们的面条是北方的那种 比较粗的面条 不是像这种 但你们今天比较特别是 芝麻酱 加上这个油面是吃干的 在台湾这是比较不常见的 算是挺特别 但味道挺好 我都喜欢这个味道 萝卜丁配上这种油面的味道 真的是让人家感觉 有销魂的感觉 大家真的来武汉可以试一下热干面 我真的觉得这个算是武汉特产 算是不一样的口感 护汤粉啊 对 这个是用小鲫鱼 然后熬大概要熬一晚上 最正宗的来 就是要泡油条进去 谢谢啊 啊 给 谢谢谢谢 我想说你这么贴心了 我能拒绝你吗 哎呀 好红了 你这个骗我 这明明是湖南的 你要写的湖南风味 然后带我来湖北市湖南菜 那根本就是诈骗集团 带我来弄这个故意想忽悠我 美惠我看 这边的江边的房子挺漂亮的 这一瓶大概多少钱啊 哎 听说你那个上海两套房是 你钱就有比你买的吧 你要不要在武汉找个女朋友啊 哇 现在90后女孩子都这么直接就对 这个暗示太明显了 哇 现在的90后真的太恐怖了 不是想当董英后吗 给你机会了 给你机会了好不好 这个水这么浊 那会有人在那边游泳吗 对 他每年大概是7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一年一度的渡江节 就是从武昌那边就说 马上要下车的那个 下船的那个点 就是渡江的起点 然后游过整个长江 那我明年7月可以在这里见到你吗 不是 那这时候是不是又要再来许愿一次啊 如果这一集好看 投币 点赞 破一万的话 我们就让导演 来游长江 破一万的话 我们就让 导演 来游长江